整個櫃台前一兩個小時都不願意走人 這對男女對著櫃姐大吼 原來他們想要退換貨 卻發現專櫃不給換 氣得破口大罵 一再強調他們的時間很趕 想要立即退換先前買的褲子 但櫃姐照規定辦理也很無奈 只能不斷道歉 這起事件發生在桃園某間百貨公司 一對男女疑似在這間專櫃 買條長褲給親友 但事後親友回家試穿 發現尺寸不合 他們退貨不成就在店裡施工罵人 櫃姐事後氣得在網路上發文 表示褲子是free size 後來客人說不然換顏色 但當初也有跟她說不能退換貨 櫃台也放了告示 很多專櫃只有開放重大瑕疵 才准退換貨 不過這回去遇上客人 失控大罵 讓櫃姐真的好無奈 三日新聞張玉潔 黃恩玲桃源報導 有個大罵